好,在线的天师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中国的王玉梅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在一起 通过互联网,共同的学习 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夏季养生 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夏季养生 在今天我们学习的课题,我们会找到更多的课题 关于我们的健康的节目,在冬季养生 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必须关爱自己的健康 我们在冬季养生,在冬季养生 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三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三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思考三个问题 我们是否能健康的活着 第二个问题是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想健康长寿 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是 是怎么生存在健康长寻生 是怎么能健康长寻生 所以在今天这个大健康的时代 每个人都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因此,关于人们的关系 因此,关于人们的关系 是很大的关系 关于一种健康的生活 为能生存在更长的生活 好,再翻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那么如何做到珍爱生命呢? 一页就强调 就是养生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养生要从现在开始 如果想要求我们的长度 和健康长寻生 我们必须开始 从现在 我们感觉到现在 我们感觉到生命 这是一个中医的概念 是一个中医的概念 是一种主义的概念 是一个主义的概念 是一种主义的概念 是一种主义的概念 在中医的中医 首先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看什么是养生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东西是我们的主义 什么意思 是我们的主义 我们在下期间 好,再下期一页 再下期一页 说到养生 它就是指根据 生命发展的规律 采取的保养身体 减少疾病 增进健康 延年益寿 等采取的一些 有益于身体的一个活动 这位置 这位置 是有关系的 这位置 保持病毒,保持健康,保持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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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所以能保持健康的生活 簡單的說,養生就是一種健康的活動 為何現在在全球各個國家,很多朋友都開始了解和學習中醫的一些養生文化 是因為中醫的很多觀點和健康的健康 而是一種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医养生的最基本的观点 现在我解释了这三个基本的理解在中医养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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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很明顯在中國的歷史中的歷史中的歷史 我們看中醫的觀點之一 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他提倡了去治療還沒有發生的疾病 第一,他提倡了去治療病 以為這些病的病 第二,他提倡了去治療病 他提倡了人在沒有生病前 必須要治療病 第二,他提倡了 人們要注意到患者 他提倡了去治療病 第三個觀點 就是治療病 治療病 就是已經治療病的人 一定要治療病 治療病 治療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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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他提倡了 第三,他提倡了 他提倡了 他提倡了 把病病病 提倡了 以為我們治療病病 和治療病病 治療病病 治療病病 我們知道這些 以後 大家會發現 中醫提倡的 這些觀點 和我們現代人的 治療病病病 治療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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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一致的 尤其是身在大距離 尤其是 治療病病 痴患病病 治療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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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看 中醫 治療病病 但我們看 其中一 治療病病 治療病病 有很多 治療病病 有一些健康的健康是健康中心的健康 医師提供不同的季節要保養不同的內臟 中醫他認為在春季的時候 對應我們人體的內臟是肝臟 所以到春季的時候就提供人們要清理體內的有害物質 重點保養肝臟 所以在春季的時候 我們要保持健康的健康 我們要保持健康的健康 所以在夏季的時候我們要保持健康的平衡 保養心臟和肌臟 從夏季的時候要保持健康的保養 以保養治的健康 我們要保持健康的健康 在夏季的時候 我們要保持健康的健康 所以我們要保持健康的健康 能够充满的营养来调整肺炸。 到了冬季中意认为对应的是肾脏。 所以在冬季我们要通过提升免疫,预防保健,来提升肾脏的功能。 所以我们有中意养生理念的朋友们,他会到不同的季节,按照一年四季。 去不同的季节,去保养我们不同的内藏。 那今天我们重点来学习夏季养生。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在节目中我们将会学习夏季养生的关系。 我们在节目中学习的关系。 我们将会学习夏季养生的关系。 我们知道了夏季对应的器官是心脏和脏。 所以中医就提倡在夏季一定是养心为先,调皮为腐。 我们要知道夏季养生的关系。 我们要知道夏季的节目是从5月5日到8月6日。 所以现在正是处在夏季。 中医生的关系。 我们会用夏季养生的关系。 通过今天的学习,了解中医,四季养生的理念。 我们可以藏着这个机会好好地保养我们的心脏和脏。 我希望你会在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我们会学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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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生的关系。 中医生的关系。 在夏季养生的三个月。 我们一定是晚睡。 早期。 在这期间的关系。 在法院里面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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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是早期的关系。 因为中医生的研究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因为中医生的关系。 那么到夏季的时候, 天黑的会很晚。 天亮的会很早。 所以他就提醒, 夏季要晚睡早起。 对于学习的关系。 对于学习, 在学习的关系。 对于学习的关系。 在夏季中,他认为,如果在夏季我们把心脏和皮脏保养好了,到秋季和冬季 我们就会相对的健康,如果相反就会出现疾病 因此,如果我们与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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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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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季中有可能出现哪些健康的问题? 就是由于这个季节的特点,人容易出现哪些不健康的症状 现在我们看起来的问题,在冬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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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特点是冬季中的特别热 在冬季中,在冬季中,很冷 由于气候热热,所以我们人体的内部,它也会像火一样 它也会出现和大自然一样,就是热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当我们相遇稳定的温柳在冬季中,会出现的温柳 也会出现非常大温柳 所以在冬季中,在冬季中的形象,在冬季中,会出现热的温柳 所以,按照中医的说法,人体内部会出现热的温柳 所以在冬季中,在冬季中,会出现热的温柳 上火的现象 这人一上火以后 他就会出现呢 面红耳士 甚至呢 口水 那么有的人说 为什么会在夏季 容易出现 口舌身床呢 因为按中医的理念 心脏 对应的是舌头 所以心火大了 舌头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们在夏季 要调养好心脏 就不容易出现 这些问题 在夏季呢 在夏季呢 出现消化不良,不愿意吃东西,甚至不愿意吃食物,甚至吃不好就会拉肚子 这都是由于在夏季,比胃功能下降的原因 总之呢,中医会提醒人们在夏季 是保养心脏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那么我们继续看 既然要想保养心脏 我们首先要知道心脏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通过推动血液的流动 让血液更好的为我们的器官组织提供充足的血液来供养和各种营养物质 同时还把人体代谢的这些垃圾,也就是中产物 像二氧化碳,无机盐,尿素,尿酸 把他们带走 让我们的细胞更好地完成它的代谢功能 我们的血液 După cum知, inima pompează, inima menține circulația sângelui, care asigură furnizarea substanțelor nutritive și până la nivelul celulelor, în același timp eliminând substanțele toxice din organism, precum bioxid de carbon, săruri anorganice, astfel încât nutriția la nivelul celulelor și metabolismul să se mențină în funcționale normale 那么关于心脏,它的生理作用 我们知道中医和西医,它的观点,有相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西医,怎么认为的心脏作用 因为心脏的主要作用是有规律的 把血液,通过它的跳动,把血液送到全身 推动了血液循環,正常的运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中医怎么认为的 现在我们看下来看,怎么认为的脏作用的脏作用 那么首先中医认为心脏它被称为君主之官 就是心脏在所有的这些内脏当中它的地位最高 它是皇上 在这些内脏在不断地去工作 都是为了心脏 因为心脏是皇上吗? 对于心脏在其中间之外的 Dublin 这些东西是要练异性的 由于心脏是一体的統一体脏作用 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我们五脏六腑好不好都要由谁来管理啊?心脏来管理 大家了解了中医的观点,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心脏要是健康了 那么我们其他的内脏就会健康 因为中医他会认为这五脏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系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我们要想保养好心脏,一定要知道能研发心脏不好的那些生活习惯都有哪些? 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都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健康 那我们再保养也不行? 我们总结在生活中有五个生活习惯会影响心脏病 第一个就是经常使用一些高脂肪,高盐和高糖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经常使用的健康 常期便米 第三点是 生态的生态 很多人会问 便米怎么还会引起 心脏的问题呢 可能很多人们会问 什么关系有关于 生态和心脏的脏 最近医学科技发现 说生态要是不通胀 血管就会不通胀 生态和血管 他们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我们也发现了 好多患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 都会有异常现象 所以我们要想保养心脏 首先要避免便利的现象出现 所以如果想保养心脏的健康 那么心脏跳动 跳动就会没有规律 所以我们会有异常现象出现 这些人会有异常现象的脏血管疾病的人 会有异常现象的脏血管疾病的人 会被异常现象出现 我们要想保养心脏 以上五个生活习惯 大家一定要避免 如果我们要保养心脏的健康 我们必须要避免 这五个生活习惯 接下来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在夏季都容易出现哪些常见的健康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学习 关于心脏的问题 就经常出现心脏肌端 甚至失眠 如果要是心脏肌端同时功能下降 就容易出现口干涨 甚至烦变得干 就是大变得干涨 如果能够伤心脏肌端和脏肌端的脏肌端 如果能够伤心脏肌端的脏肌端就容易出现 经常愿意打砸肌端的肌端 排便也不规律,甚至大便不成形 如果我们在夏季出现以上的现象 您就知道是这个季节对应的心脏和脾胀受到了影响出现的这些症状 如果这些是有关于心脏和实现的类似 ISOCAL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么在夏季如何去保养我们的心脏和脏 我们来看 在夏季保养心脏的原则是预防 健康的人要预防治病 要健康的人或者已经生病的伙伴就要进行调理 选择为一种种程度 利用天使產品調整的方案 我們先來看如何去修通心臟的經絡 現在我們看看會不會出現 凍結了各種感覺 中醫常說經絡通了 那麼白病就消了 麻烦你再说一遍 中医常说一个内脏的 它的经络要是通畅了 它的百病就消除了 这句话的意思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中医认为经络要不通 就百病生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疾病 要是经络要通了呢 疾病就自然消失了 在中国的病毒 是非常大关注于 在健康的病毒 是关注于这些病毒 如果是关注于这些病毒 如果是关注于这些病毒 它是关注于这些病毒 如果是关注于这些病毒 如果这些病毒 在这些病毒中的病毒 circul了 normal 在这些病毒中的病毒 看这个图呢 红色的线代表这个经络在我们身体的表面 红色的线代表这个经络在我们人体的 在这张图的线代表面是在我们人体的 那么大家看心脏的这条经络 它的活跃时间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的活跃时间是在中午的11点到13点 Meridianul acest Meridianul inimii are un timp activ care este în perioada de mijloc a zilei respectiv de la 11 dimineața până la ora 1 la prânz 那么大家通过这个就明白了 为什么中医提倡 要想保养心脏 最好在中午 能休息一会儿 就是能睡一会儿 闭上眼睛 所以在中午的中午 在中午的中午的食物 我们在中午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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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中午的中午的食物 因为心经它活跃的时间 在中午的两个小时 如果我们能睡一会儿叫 休息一会儿 就对保养心脏有关注 因为我们在中午的食物 在中午的食物 在中午的食物 如果我们能睡一会儿 在中午的食物 我们能睡一会儿 在中午的食物 我们能保持 在身体的外侧 在身体的表面 心脏的走向 是从我们腿下 在我们两个胸腿的腿下 中间有一个血位 叫极拳血 顺着这个血位 在手臂的内侧 在下方 因为手臂我们画三条线 中间一条线 上面一条线 它是顺着第三条线 一直到我们的小手指 这条线 我们就叫心脏的经络 叫心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它内部的那个蓝色的经络 的走向 它是通过心脏 连接到小肠 所以中医认为 心脏和小肠 它俩是一对儿器官 靠经络 相连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大家看了这个经络,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一旦发病的时候 他就有恶心,疼痛,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心脏会影响到小肠 因此,这些人有疼痛症的疼痛 他们感染了疼痛症的疼痛 因此,这些人有疼痛症的疼痛 接下来我们看如何去疼痛心脏的经络 我们在这里看我们是怎么可以再迫 最初我们收藏这个经络 从上至下跪下滑 这个线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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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如果我们伙伴手里面有一手 可以从上至下 用手里面有一个 那么与起来 这跟你们会有过脆的 在上面 從頭上後,一直在這裡,自手在附著地。 通常我們從左手開始,然後右手。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经络的末段 在小手指上 所以我们没有是方便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捏小手指 有捏一下 这样对心经 有帮助 我还是会不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的肌肉 的肌肉 我们的肌肉 我们把肌肉放在肌肉 中间 那个是心经的起点 我们可以 敲击 如何敲击呢 就是把手臂举起来 用右手转上拳头 然后敲击 这样也可以 出通心经 对心脏有帮助 我来说 我们的三个方法 是在感受到的 这些的顾客 的顾客 的面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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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开始 与下边 叻骨盾 按摩盾 叻骨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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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常我们去敲击我们胳膊下面就是夜下的那个极拳血 对我们的路线的健康 对女生路线的健康也有帮助 我们再看 心脏有两条经络 其他的内脏都是一条 只有心脏有两条 那么他的第二条经络呢 是叫心包经 我说下一个 下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所有的肌肉 各个肌肉 一股的肌肉 只有心脏有两条经络 两条经络 我们先看 它是晚上的十九点到二十一点 我们可以吃完饭在这个新宝金活跃的时间 我们可以散散步 也可以听听音乐 观看书 观看电视 或者静静地做 做一会 都会对心脏有帮助 大屏幕这个新宝金 它跟心经是埃子的 它是在我们也是从我们的腰下开始 它是顺着我们胳膊的中间这条线 一直到中子 那么我们在看内部的蓝线 它在我们人体的内部 也是从心脏和小肠 接着 我看一看,如何收通新包装 下一个吗? 对,下一个 现在我们看看 怎么能够禁止 摄影的摄影 第一个方法 我们跟苏通心经一样 也是从上至下的拍打 大家看到这个心经和心包经 这两条线基本上是并行的 所以我们在苏通的时候 从上往下拍打 这两条经络就一起拍打 就像在前面 在前面 摄影的摄影 摄影的摄影 第二种方法 就是油捏中指 中指的指尖 第三种方法 是摄影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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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图 这个摄影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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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正确的寻找的方法是让我们转向拳头 把拳头转紧了以后 我们的中指的指尖点的那个位置就是拳头 使它完全没有ール 第三个位置有关的角度 把共产的管维织 在一刻,在一刻,是一层的屁股 那是一屁股,因为它是分别人的屁股 在一屁股的屁股,在一屁股中间有一个屁股 我们可以去屁股 一刻是一种的丝股,在一屁股中间 一样,在一屁股中间有一个屁股中间 但最重要的是,你知哪些人是最重要的, 你不必须要提醒自己的名字 以上是你介紹的两个心脏的主动方法 接下来,我介紹你如何用天使的产品 来调整心脏和皮脏 给大家提供第一个调整心脏的产品组合 这里边有三款产品 一是天师的营养盖 二是天师的虫草 三是天师的酱纸茶 这个套组呢 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心脏方面的不健康的现象 但是呢 我又想利用夏天这个时间 好好地保养一下心脏 这些产品呢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它对调整心脏方面的保健功能 我们都知道天师的盖 它能为人体补充全面的营养 我们知道 我们认识 调整心脏方面的饭充全面 给人体补充全面 調控血管正常的收藏和收藏 Calciul reduce permeabilitatea membranei celulare și reglează contracția vaselor de sânge 而且當人體蓋要是充足了 它會增加那在身體裡的排除 因為那減少了 它對血管,它對血壓的影響就減少了 因此,如果我們有足夠酵的酵 它會幫助我們消毒的酵 所存在我們身體的酵 有關專家認為 说长期严重缺钙的人会引发冠心病 所以我们日常补钙 不只是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 对保养我们的心脏也有帮助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食物的酵胙 我们会有两个东西 首先会会有充满的食物 那么我们来理解一下 我们再理解一下 很多人都问说 保养心脏为什么要用虫草呢 那么中医认为虫草 它是摆虚的割性 就是所有内藏功能的下降 它都可以提升 所以中医把它称为五藏同条 Corticepsul este considerat să zic medicamentul de aur în medicina tradițională chineză pentru că atunci când funcțiile organelor interne slăbesc sau nu funcționează la parametrii normale Corticepsul este un supliment care le va activa și va duce la reglarea lor 而且中医认为虫草 它主要进入人体的肺经和肾经 所以它对提高肾脏功能 特别有帮助 在那时期 medicina tradițională consideră că Corticepsul 跌出现实在肺脏功能 和肺脏功能 而且会继续 进入人体的肺脏功能 那么肾脏功能 在中医认为肾脏功能 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是管理人的骨骼 因为肺脏功能是继续 通血管 所以血管通不通常 跟肺脏有关系 pentru că medicina chineză rinicul se ocupa de activitatea și regularea circulației 血管车的肺脏功能 下降 有关系 那么肺脏功能 肺脏功能 肺脏功能 它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 利用了现代的高科技的生物分离 生产的 所以它的活性非常强 肺脏功能 它进入我们的肺脏功能 这些食材的食材 这些食材 现在我们再来 观察一下 天使的酱纸茶 现在 我们来介绍 茶叶子 天使的酱纸茶 它是以绿茶为主 又添加了 四种中草药 茶叶子 茶叶子 茶叶子的酱纸茶 茶叶子 茶叶子 所以 天使的酱纸茶 它具有 调节 学生的酱纸茶 对于这些 茶叶子 有了 这些食材的酱纸茶 有了 这些食材的酱纸茶 这些食材 包括煎鸡,其它们的四个作用是通过降低血池,通过调节血池,然后施展 以防动物体化,改善心脏和血管的作用。 而且会保护生物体化。 尤其是脚骨蓝这个成分,大家很熟悉,就是天师伊康当中的主要成分。 是一种的四种育成分,进化了一种育成分, 是很利用的脂肪 在脂肪上的脂肪 大家明白了,脂肪 脂肪中意认为它是可以天天喝的药 除了在夏季 非常适合和绿茶 它可以清末 除去烦恼 还可以修进消化食物 像行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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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without niego 吝 ez 青鸿尿尘尿尿尿尿尸 食用藥味的白酒在肌生nell期间有双肉对消毒品, 进行充满血汤塩和血汤。 我们可以来看第二个,调整心脏的第二个食品绝合。 这一道是什么? 下一个,对 现在我们看看另一个 一道是调子的 antilipemic 下一个是吧? 下一个 下一个 对 第二个套组 再放一个吗 应该是有产品的 三个产品 一个是钙 一个是蚕 对对对 第二个套组里边呢 有三款产品 一是天使的钙 天使的蟲草 天使的易康 一样的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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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维持续 的套组 一样的套组 是维持续 的套组 Cordyceps 和 YKANG 下面我们来了解 要语断一下 YKANG 现在我们来语断一下 这些套组 YKANG YKANG主要有四个成分 脚骨兰 茶多分 胡萝卜素 和维生素C Decci 应редientele principale Sunt Ginosterma Saponine Cayul Cu Polifenol Carotin SY Vitamina Vitamina C YKANG 它的主要的保健功效 就是 专门用来保护 和调整 心脑血管 Funcția lui Pincipale Este De A Regla Activitatea Vaselor De De Sange Care Se află Peste tot Ci A Celor 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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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ier Nama 我们看 YKANG TAYO 我们 简单 总结了 四个 保健功效 Funcțiile Acum Vom Vedea Care Sunt Funcțiile Pincipale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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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stui Antioxidant Di Este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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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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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 üç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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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可以增强我们的抗氧能力 第四个,可以增强我们的抗氧能力 由于抗氧能力可以给人体抗氧 所以它对心脏缺氧,心脏和大脑缺氧有帮助 那么这个套组就是盖虫草易康 它是和心脏已经有了亚健康的症状 或者已经出现了疾病 第四个,可以增强我们的抗氧能力 这两个抗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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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胸能力 还有呢 由于抗氧能力不好 睡眠不理想 已经形成了抗氧能力 都可以适合这个套组 那我们看第三个产品的组合 这个组合里有三款产品 钙、虫草和天师的瓶虾油 的三款抗氧能力 接下来我们再输出一下 我会认识更多了解了核酸的酸 和酸的酸 那么林蚂油呢 林蚂油当中含有的酸子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乳化剂 它吃到人体里以后 它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的颗粒变小 并且处在一种悬浮的状态 由于颗粒 由于胆固醇的颗粒小了 而且在悬浮 所以它就通过血管壁 被血管壁周围的组织 它就被它们可以利用 所以这样就降低了血管当中的胆固醇 După ce uleiul de krill este absorbit de intestinul subțire pentru că fosfolipidele din compoziția lui sunt un puternic emulgator face ca aceste particule de colesterol de pe reții vaselor de sânge să se micșoreze și să rămână într-o formă suspendată particulele de colesterol suspendate vor pătrunde în pereții vaselor de sânge și vor fi utilizate de țesuturi și de organe pentru a reduce conținutul de colesterol din vasele de sânge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零脂上的EPA 它呢会阻止 胆固醇 阻止这个 脂肪 脂肪酸 还有 甘油 甘油二脂 它会阻止它们去转化 这样呢 就降低了血液当中的 脂肪酸 甘油三脂 所以它就起到了 一个非常好的 降血脂的作用 pe de altă parte este un alt element conținut de uleiul de krill EPA care este un inhibator al acidului gras el ajută la reducerea conținutului de colesterol și reduce sinteza trigliceridelor din vasele de sânge iar acesta duce la scăderea nivelului de lipide din sânge 那么另外呢 林蚺油 它对我们的关节 干藏 皮肤 也会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acest cardiforte este foarte benefic pentru piele pentru ficat 所以 这个第三个 产品 組合 非常 适合 既想 保養 心脏 又想 对关节 肝脏 皮肤 同时 调整 那么 我们就适合 选 这个套 acest altre la pacchete de suprimente este tot adresat celor care se confruntă cu boli de cardiovasculare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四个产品组合 acum al patrulea pachet pentru reglare activității inimii 那么这个套组里面 三个产品 天使 gai 天使 从 还有 天使 holy kang 这个套组里面 这些套组里面 是和呢 想保養心脏 同时呢 他的微软环 不好 你比如说 腿上有 经脉 取称 或者 身体内 某个部位 有 副种 现象 他就 比较 适合 用 这样的 第四个 套组 这次套组 这次套组 现在我们会介绍这个食材,Holikang Holikang它的主要成分是在骨头当中,Tilen的白鲤鱼 这就是白鲤鱼的第一个明显的作用就是降低血年度 改善动脉性化 第一个功能是在骨头当中的血年度 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年度 所以它会很好的预防 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年度 它会降低血年度的血年度 它会降低血年度 它会降低血年度 它们都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的作用 那么我们经常用伊康和火力康的伙伴会发现 如果长期使用 我们身上就很少会出现老年半 这些人使用普通风险和火力康的伙伴会发现 如果您感受到更長的性感 而是一種更長的性感 第三個作用是調節肌體的免疫力 第四个功能是我们营养的营养是营养的营养是营养的功能和营养对营养的功能和营养的功能 对营养的功能和营养的功能 营养的功能和营养的功能 成分是小麦配鸭油、卵磷子、胡萝卜素 营养的功能和营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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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功能 他有了第四个功能 所以对我们预防脑萎缩和龍疾肺呆非常有帮助 我们不说第四个作用 维康可以促进神经的传导 提高大脑活力吗 所以他对预防老年痴呆 预防大脑萎缩 就会有帮助 对是 预防似的 咱们的校图 在需要发生的 拡敌过来的敌人 或者 Alzheimer 或者性赌尼 第五个作用,它可以改善干脏的功能,而且可以预防各种干病的病变 第五个作用就是维持肌肌的健康 第五个作用非常适合技能保养心脏 第五个作用是维持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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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 但也在部位重生而且危险, Cindy, 好御 winner 但如果大家感到的통項目、 如果有這些成績hos出品或是 如果您会遇到这些症状态,您可以使用第五个披衷的披衷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在夏季,每个季度都用哪些产品? 现在我们看哪些披衷的披衷 这些披衷的披衷 三个披衷的披衷 天使的披衷 天使的披衷 超胺烤的披衷 瓶子的披衷 我们先来设计天使的披衷 现在我们将披衷 这些披衷的披衷 天使的心 它采用的是生物诱导技术提取的鲁酸心 而且添加了鸡蛋蛋白粉 这些披衷的披衷 没有任何披衷 可以长期服用 这些披衷的披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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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量的披衷 infrastruktur 人们一般把心这个元素称为三朵花 三朵花呢?第一个是生命之花 第二个是自力之花 第三个是自力之花 我们很多人都注重给孩子 其实中老年人更应该不信 因为最新的科技研究发现 说六十岁以上的人 如果长期缺心就容易出现耳朵的现象 就是听力下降 我们都提供应该不信任何人都提供的自力之花 但 ultimile cercetării în domeniu au arătat că nu numai copiii au nevoie de suplimente de zinc, ci și persoanele adulte, în special persoanele cu vârste de peste 60 de ani, 如果有缺氧性的氧性,会有缺氧性的氧性,会引起了缺氧性的氧性的氧性。 我们看看氧性对人体的作用。 我们现在看到氧性的重要性在氧性的氧性的氧性。 第一个,持续健康的体系很重要。 持续健康的体系很重要。 第二个,他会修建设量生长发育和组织再生。 第三个,肺炎炎性的体系。 第三个,胸性性的体系。 第四个呢,心又可以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免疫功能 它可以维持正常的免疫力和皮肤的健康 第六个,可以修进大脑的发育 尤其是孩子 提高自力 它可以修进大脑的发育 加速青少年的生长 它可以维持正常的生长 所以通过学习我们知道 心,可以,是和孩子,成年人,中老年人,所有年龄的人去服用 如果对心没有特殊的需求就建议您在夏季这三个月给自己服用心 如果您没有知道这些功能的专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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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余 所以我们继续服用天使的鲜柳 而现在我们会介绍在词医院的词医院 大家知道鲁医院的营养非常豐富 你知道它是一种食物的食物很重要的 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 高达了60%到70% 是大米的十倍 猪幼的五倍 鱼幼的三倍 spirulina este foarte bogată în substanțe nutritive conținutul său de proteine fiind de 10 ori mai mare decât cel din orez de 5 ori mai mare decât cel din carnea de porc și de 3 ori mai mare decât cel din carnea de pește 那么同时螺旋爪呢还含有多种氨基酸 所以经过能量 同时还含有多种氨基酸 那么经过呢 功能的词验证明天室的螺旋爪 它具有对皮疗 也有很好的调节 那么如果你能够取它 那种氨基酸套 你知道它移动灵盖 那么如果它脚自然 可以说是 抑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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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层 因为螺旋藻它是简性的天然的海洋全营养的食品 它可以中和我们人的胃酸 所以可以解决胃部的很多的问题 还可以补充营养 营养剂肌 recording tomato grupp如何 妳是等於食材用的素材 搭除了品質的食材 在洛杉磯中的藝術和胡蘿蔔 对我们消化到上皮细胞的修复再生 发挥到很大的作用 这些是使用的关系细胞的问题 特别是因为这些的代表的 黄色肤和的细胞 而露鲜尾尤其是对萎萎萎萎的胃炎 因为萎萎萎萎萎萎很容易改变 所以它有独特的良效 萎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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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萎� 好,那么顺便呢,再给大家提供两个调整心脏的套组 这个呢,大屏幕上没有 第一个套组呢,是营养心脏的套组 那么第一个套组呢,就是天使的盖 因为天使的盖可以让心脏有规律的跳动 第二个呢,就是天使的鲜养 第二个套组呢,是营养心脏可以为心脏补养全面的营养 因为营养心脏是一种重量的套组 就是金属的鲜,有一款产品就是金属 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鲜子 就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鲜片 就是盖心铁不有个鲜,一个金属旁 我给你发微信里走,对对,我马上就发 这三款产品组合可以为我们心脏提供全面的营养的补养 因为这个产品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和心脏的健康 第二个套组呢,是书通 就是清理,心血管的一个套组 你可以发给我吗?是一个新的产品还是? 不是,第一个不是让心脏健康的一个产品套组吗? 第二个套组的名字就是书通心血管 就是让这个血管更通畅这样的一个产品套组 我给你发,我现在就发 童谱白头 222 43 102 出 噓 出 这个不是产品 然后我会介绍这个组合里有哪些产品 第一个产品呢就是天师的价格制 我给你打那个名字 因为价格制呢 它可以清除血管内的一些垃圾 因为价格制呢 会在准备的货带类 或者在肥带类的货带类 在肥带类的肥带类 第二个产品呢叫 胃肠酥 这个你可能不知道 我给你打字 这是欧洲临时给的任务 胃肠酥 这是他们调整胃的一个产品 而且是一样的食材 是一样的食材 是一样的食材 因为它是一样的功能 第三个产品就是刚才说到的美肥 第三个产品是胶败 因为美肥可以保护脏脏和脏脏的健康 因为胶败有一个重要的势 在保护脏脏的脏脏 和脏脏的脏脏的脏脏 以上给大家提供了关于夏季 保护脏脏脏和脏脏脏的脏脏 产品的组合 大家会根据自身的需要 可以选择 阿din Naur v-am prezentat cinci pachete 在一起的细头的脏脏脏脏脏脏 那我们再来看夏季 这是最好不做的四件事 从养生的角度讲 最好要四件事不做 而现在我们必须说 什么我们必须做我们在夏季 为我们不影响 我们不影响健康的脑袋 第一件事就是 空气在茶 我需要空气在茶 我们必须不喝茶 我们必须不喝茶在脑袋 第二件事就是说天气虽然热 但是不要洗冷水 就不是不要用冷水洗澡 也许说天气虽然热水洗澡 第三件事就是 整个人使用冷水洗澡 第四个 就是到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不能吃冷的食物 因为在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 最容易吃冷的食物 所以夏季的时候 吃冷的食物 所以就不要睡觉前吃冷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在冰箱里 例如这些食物在冰箱里 现在在冰箱里 当冰箱里面的食物 会不会痊断的食物 这些食物在冰箱里面的食物 在夏季心脏的日常保健 现在必须要试试 在冰箱里面的生活 我们会在冰箱里面的食物 我们会在冰箱里面的食物 所以我们会在冰箱里面的食物 在冰箱里面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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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争 wykor敏格力吗 在看守著的活動,我們必須做測試 moderated 適合我們的身體健康 第三個,在育養育養育方面 一定不需要大喜大喜愛,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 而且在心中,在心中,都必須要有色情感性, 再控制節感性,除了要脅迷的脍充。 遵守身體的心態感性. 第四個,在心裡 cultiv,夏天需要多吃臭酵的食品 少吃鲜味的 然后多吃低脂肪的 因为心脏喜欢酷的食品 在夏季时期,多吃酷的食品 多吃红色的食品 这都对心脏好 如果我们可以吃饭的食品 或是白色的 全都会有利益的食品 脂肪喜欢黄色的 它喜欢甜味 所以对脂肪好 我们就多选择甜味的 黄色的食品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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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这些理念 在夏季 好好地保养我们的心脏和脂肪 Cursul nostru 我们会有更多健康的感觉 在夏季时期的节目 能順利地進行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優秀的翻譯 為我們進行了 講解 Doamna, mulțumește și mie pentru că am făcut această traducere sper că a fost utilă și clară pentru dumneavoastră și ați putut afla lucruri care să vă ajute la înțelegerea acestui concept de medicină tradițională chineză 更要感謝 天師的欧洲區域 和羅馬尼亞公司 給我們安排了這次 學習